各位奇奥好 欢迎来到老堂讲象棋 本局的跟大家讲解一句啊 巅峰对局 由王天一的对徐云川的精彩对峡 这盘棋的他们双方拼的是内攻棋啊 所以下的特别的细腻啊 其实高手下棋的话呢 表面上看上去是平淡武器的 实际上是比较汹涌的 可能跟水平的高低有关系啊 水平低的人的话呢 看起来就无精打采了 水平高的人的话呢 看起来就相当的好看 好 我们接下来的训赏这盘棋啊 黄黄的徐云川呢 跳正马 黑旗竹山竞啊 挺兵的鸭马 黄黄的上兵 黑旗上马 黄黄的马尔征山 黑旗老王就居一静一啊 黄黄的居九静一 黑旗老王这里率先出手啊 居一平期 下手期的准备的逐期静一啊 我相信走到这里啊 黄黄啊 肯定很多人啊 就会走个什么啊 向山竞五什么之类的起的啊 但是这里寻川的话呢 给出了一个啊 比较先进的想法啊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他呢 是怎么破解遮不起的呢 他是直接的浸泡 好 泡拔真实啊 等一下我们就会明白 这为什么泡拔真实了 这个是老王呢 不可以的走这个逐期静一啊 你要走逐期静一的话 双方可能立马会形成一个粉战 假设逐期静一的话 那黄黄的瓶炮过来打向 那你如果上向的话 那黄马就崩过去 你再吃过来 黄马就跳上去 下手期的啊 马六的进气啊 砍掉你这个马 你的炮打过来 以后黄黄一个居酒瓶炮 立马的就啊 占优势了 这个期担任老王的话 啊 都是高手是吧 所以老王呢 也看穿了许行穿了这个想法 那他当时的就没有走逐期静一啊 就先把项链补了一手 这个就是高手跟低手的区别啊 然后许行穿就瓶炮过来 瓶炮过来 这个是刚刚讲的 黑气还是不可以逐期静一 否则这个马上进士啊 进去就麻烦了 所以当时老王呢 就赶紧的平局过来啊 准备下手期的局势静二 要做这个死炮 那许行穿的先下手为强了 黑炮呢只能退回去 然后红炮呢再打过去 打过去以后呢 老王就跑平山啊 把炮呢 摆过来 摆脱这个红局的千兆 不然这个黑气的山路马是不能动的 那这个时候 横方呢 寻传的补了一个像 啊 老王呢 下面两部戏走得非常好 我们看他是怎么走的 老王先是抓一手炮 等这个炮躲过来 是呢 再抓一手 那通过这个盾处啊 那老王这个局位啊 就调得非常好了 那第一场战斗 双方就这么结束了 可以说这场战斗的话呢 寻传捞了个兵啊 但是老王的阵型还是比较完美的 好像还好过于黑气的阵型啊 啊 黑气好过航空的阵型 那此时的老王跳马 寻传了炮石平山 延和老王的继续跳马 老王这一跳马呢 使出一个苦救剂啊 故意干嘛呢 啊 故意让寻传这个 车把平山过来牵制啊 果然这个时候寻传啊 就上当了 高舍之间就是这么一步棋啊 给瞎熟的 有时候就是一步棋啊 那这步棋有多严重呢 可能在低时的延连到没什么 代表我们就会明白 这次棋啊 有多么的严重 那这个是老王就起居 起居就摆脱签子了 是吧 然后呢 起居以后黑气瞎熟起 老王是一个泡泡平机啊 打松了起的 所以这个时候寻传没办法 只能得跳马上去 那跳马上去 这个时候黑气 老王就出死了 把马一跳开 现在大家发现了没有 刚才是横峰的签字 寻传的 寻传签字老王的居马 现在反过来了 变成老王的话呢 签字寻传的居马了 那这个时候寻传的 就感觉到吃亏了 这个气啊 所以这个时候索性的 就打现一枪 那黑气自然的上市 以后寻传的赶紧的摆脱签字啊 起居 但是这个时候为死已晚了 为什么为死已晚 我们接下去看 就会明白了 老王就直接啊 进居 进居的它有两个作用啊 第一个作用 这是非洲炮的 你的炮必须要躲 第二个还有一个呢 随时有一个炮八频六啊 串住你的气 还有一个居酒频六啊 也可以串住你的气 那黄峰现在这个居 居马被牵了 压力非常大 那所以这是寻传的 赶紧的退炮啊 顺便把这个炮八频六 也给解开 但是这个时候老王是全力出击 直接的再跳个马 那骑行者的这里发的 黑旗的成攻击状态 而且站位的非常的好 现在寻传整个苦苦的防守 所以这个时候寻传就上边啊 争取对调一些旗子啊 减轻点压力 那老王就四大历程了 这座的吃过来 寻传也只能犯掉 但是犯完以后啊 寻传这边的压力啊 并没有减少 因为这个马又扑进来 跟刚才没有什么变化 那航蜂呢 这个时候形成就弃一个兵啊 逼迫这个黑旗啊 吃过来 这个居马呢 争取松下绑 那老王担任只能吃掉 航蜂呢 形成就对居啊 老王就不肯对了 如果直接对掉这个旗啊 黑旗就虽然占优势 但是优势已经非常的小了 所以老王就平居过来的啊 还是捉马 你知道马没地方躲啊 啊 所以你就只能一个呢 保护 但是保护的话 这是贺蛇 为什么是贺蛇 我们记得看 这是老王是公司啊 一波接一波的去攻击 寻传的旗啊 下得非常的警测 接着下手旗就是平居的 捉马 你的马呢 你不可以举一平居去保 是吧 不然的话 这旗全部被牵涉 你只能后退 等你后退是老王呢 这一波攻击还没完 接着再跳一个马 要踩这个炮 马六进马又要踩炮 这个炮还得退 所以寻传就退下来 退完以后 老王呢 继续的这个小兵就发费威力了 就平居过来 这个平居比较气人啊 你只能看着 但是不能吃他 你要是吃掉他的话呢 他的居留品去抓 刚好是诸说 你要丢子 那你不吃死他 这个兵啊 再攻击不起 马上就要导致什么呢 到这样 那威胁航方的老帅了 那航方这个社 不许是是 黑鞋就平居的要对 那航方 这个是对子的 肯定得对啊 不对也得对 这不起 那对完以后 航方这个炮啊 有危险啊 三路炮 黑鞋只要平居一桌的话 就是个死炮 是吧 所以这个舍 这个炮还得处理啊 那黄黄的就平居过来 还是要对 想通过对子的方法 减轻点压力 那老王也接受对子 但是对子后果的话呢 还是黑其占有 因为吓死了 他还是砍着你的炮 他是二打一的 所以许晋川炮还得逃 那逃完以后 这个事情还没完哦 老王是一波接一攻 走得非常的紧张 不给许晋川任何揣气的机会哦 直接的跳马上来 这里要砍马哦 这里要卧槽 这个旗阵是难走的 要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 寻传继续得防守 就算你的防守功夫再厉害 经过这么多 不过的攻击的话 那也很难抵挡得住 所以老王继续一枪 黑鞋跳马来伴着马腿 然后老王继续进攻 下次就要打马 打完马还要打鞠 这个旗阵难办 所以这个是寻传的上四 上四的话 那这个旗形就有点乱了 那黑鞋这个兵啊 就大摇大摆的冲上去 再冲两部这个旗就没法玩了 所以赶紧的 平炮准备的抽将 但是黑鞋老王呢 做出来就可以了 你现在是狙炮不成杀 单狙寡炮 又没有兵的配合 又没有马的配合 这个旗的只能是 啊 眼镇真的看着人家来进攻啊 这里点了两将 但是没用 只能用来测测时间吧 以后老王平居过来 这坎式坎完是坎嘛 所以横峰啊 必须得上四 等你上四的话呢 再一平过来 下次就要强行 坎式下来 那这个旗角崩溃 所以寻穿这里啊 就顶了两将吧啊 但是最终还是得变壮 还得不守护这个是 他现在等于黑鞋是一二三四四个子连攻啊 你现在只有这个去逢射 所以你肯定是很难抵挡 这里平居过了 平居过来准备下手机啊 把马一闪开 居下来也是个杀旗 所以横峰啊 还得想办法啊 把距离高起来 想吃这个竹啊 现在老王现在是占优势 没有去冒行啊 就把这个阻力先保过去再说吧 那寻穿这里僵了两下啊 最后的老王啊 他一懒得上四 直接详细给你对居 那这居对的话啊 不管你对还是不对啊 你都要收起 如果对掉的话呢 黑鞋多了两个大组啊 而且红马还不能动 这个棋是肯定输的啊 如果不对 这个棋也说 你不对的话呢 你闪开的话 这个黑鞋直接就砍射下来 这个鞋就没法下了 所以就在刚才这个位置啊 寻穿就投资人负了啊 这盘棋的话啊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啊 高手对决那种警测性啊 真的是功能你能喘气的机会的没有啊 好这盘棋的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啊 如果我的讲解的对你有帮助 请多多的点赞 啊 关注加支持我们啊 我们下个视频的再见